狄历热巴和杨幂都是广为大家熟悉的女艺人,而两位的高颜值也是有目共睹。 然而虽同处一家公司,但是狄历热巴和杨幂除了公开活动之余,显有自拍同框的画面。 8月28日,狄历热巴罕见地通过微博晒出了一张和杨幂的合影,两大美女高颜值同框,真的是颜值爆表了。 照片中,杨幂、狄历热巴、高伟光、王霄同框出镜,四个人的爆炸头造型超强劲,看得出来是处理过的效果图,而且很细心地为男子和女子的发型做了区分,整体效果相当地搞笑。 不过,即便是如此搞怪抢劲的发型,依旧是男演杨幂和狄历热巴的高颜值,杨幂浅浅的微笑狄历热巴弯弯的美眼,都是美得让人惊艳。 狄历热巴还开心地分享到姑姑来了,一家人小聚以下,妖魔搭,简短的言语难掩热巴,此时开心的心情啊。 而看着他们这样保密发型,也是不禁让人疑惑,他们是否又在新剧开拍现场了? 从热巴称呼杨幂到来,是姑姑来了,再对比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,三生三世枕上书就是由迪丽热巴和高颖光领衔主演,而王霄也有出演,看来很有可能是新剧开拍现场了。 但是,此前的官宣未见杨幂的名字。 但是,此番看大秘密还要保密的造型,难道他也是有神秘出演吗? 不过迪丽热巴的此番晒照中,有一个小细节也很有趣,虽然是大家分开作者,但是高颖光自拍的镜头下,杨幂妥妥妥的C位无疑,老板的身份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了。 不过难得的两美同框,你更喜欢谁的颜值呢?